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每一隻狗 390隻狗 每一個都有名字 每一個都有它的故事 近年虐待動物案屢見不鮮 但本港動保法落後 多年至今仍未修訂 立法會在今年4月 討論有關修例諮詢報告 但多項細節仍需再定案 包括具爭議的謹慎責任構思引入 有愛護動物團體就說 修例刻不容緩 須加強阻嚇作用 Angela曾任航空公司高層 她退休後偽然賣去兩層物業 由半山搬入深山 在粉嶺這裡建立狗場 獸養的9隻 亦由最初幾十隻至今近400隻 我覺得推行新的 或者修改動物法 真的要盡快做 和刻不容緩 才可以起到一個阻嚇的作用 對於虐待動物的條例 應該要的刑罰是加重一點的 好像一些外國的國家 歐美的國家 甚至台灣 我知道他們對於動物的虐待 或者動物的保護法 他們有一套非常非常完善的制度 因為動物都有生命 他們亦有感受 我們可以不養牠們 但我們絕對沒有資格去傷害牠們 民間團體很多都發起 希望有動物警察 我都覺得是應該的 Angela說她收養的動物 絕大部分都是被人遺棄 這隻叫做小情人 情情 她是去年情人節時被人拋棄的 因為當時她是一個嬰兒 她的腸就掉了出來 是一個很深的 駕駛司機收拾她來 我們就醫了 醫了很長時間 因為那晚醫生說她死了 但我不忍心 慢慢慢慢醫她 她現在很方便 這個晴晴 我亦都在越護處 救了一些回來 說是咬人的 但原來回來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應該是她受到別人攻擊 受到別人嚇她 她很害怕 所以她才會作出這樣的反應 養牠們都是一生一世 因為牠們會感受到 自力爭取修例多年的 愛護動物協會 就希望政府有清楚的指引 讓執法人員 可以即時發出 改善照顧動物通知書 加強助客作用 修例的目的是 要保障動物的福利 改善動物的居住和生活環境 其實牠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引入一個積極的謹慎計劃 所謂的Duty of Care 最近有些投訴是關於 有人養了一隻小狗 很長毛的狗 是一個室外的 這麼熱天時 為何政府 遺胡處做不到事 或者外協為何做不到檢控 就是因為現行的法例 這個殘酷對待動物的條例 如果你證明不到 這隻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其實你是控不到牠 你檢控不到 但是正正現在修例的方向 就是引入積極的謹慎責任 總之你有份照顧動物的人 不能夠提供給動物一個 良好的生活條件 或者良好的動物福利 其實你已經是基本上 觸犯了政府人員 或者授權的人 就可以即時做到一些事情 就不是像現在這樣 做不到一些事情 要等到那隻動物查了 或者有政府人員去到 見到那隻動物找了一個籠 很小 不夠三倍大 那你就可以即時做一些 叫牠改善 可能不改善 你就會給那些所謂引入的 改善通知書 Improvement Notice 或者給了一次 你明天不改回來 還是這樣 是不是第二次給的 建議書就是有罰款 那又不是變了 有一個早點的阻嚇性 令到隻動物提早能夠改善 達致到不用隻動物受苦 這件事是愛協最想見到的 希望有一個約束力 令到照顧動物的人 能夠提供給予動物 有良好的生活環境 應當有的動物福利